Hello 首先要先謝謝大家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大家討論 鏈上大松 然後在這個環節我想要跟大家聊 它背後的一個架構 這個架構自己叫它叫做 影響力市場 英文叫 Impact Markets 主要的原來是 一個 Community Development的方式 它叫做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就是資產為 為本的社區發展的應用 也就是說在任何 社區裡面每個人 都有一定的 都有一定的Gift 那他有辦法用這個Gift去跟人家去做兌換 那這些Gift都是從自己本身 不管是時間不管是你個人的 一些Expertise等等的 都可以把它拿出來跟在這個 社區裡面去做應用 那影響力市場本身也是從 這個資產為本 社區發展上面的 為Principle的方式來做應用 那主要的話 影響力市場可以分為 大概這幾個不同的層級 在最底下可能會是 知識層 那如果是以鏈上大松來講的話 知識層的部分 當然就是由 揪松扮演這個角色 那大家可以看到揪松 在辦這個大松的過程當中 當然就提供了很多不同的遊戲規則 還有一系列的活動 那當然提供了這些活動以外 需要有實作層 也就是各位在座大松的參與者 來執行這些知識層 所提出來的這些活動 那當然G0V這個社群 大家都非常的熱心 也非常的熱血 所以很幸運的在G0V所有的大松的過程 都有被記錄下來 可是反觀很多在現實生活中 所做的一些具有影響力的事情 可能都是靠口耳相傳 那沒有辦法用一些很簡單的方式 來做記錄 那現在有了區塊鏈 很有很容易可以讓一個 讓大家可以去做一個非常低成本 跟高效率的方式來做記錄 所以我們ARMY自己本身 就是想要設計這個記錄層 利用區塊鏈的特性呢 將這些不同的參與過程記錄下來 然後我們最後會把它打包成為一個數位的資產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讓大家 在其實平常自己在做 有影響力的事情的時候 就可以慢慢把它變成是一個 可以拿來做 拿來在市場上面做交易的一個資產 也就是說 當你有意要去做一件事情 你也完成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一系列的完成的 這個commitments 把它打包成為一個數位資產了以後 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來去購買這樣的一個資產 那這樣影響力的市場 希望是可以apply到很多不同社區 設施上面的規劃 不管是社區農舍農 或者甚至在文化和遺產的上面的保護 另外還有像是公共空間的活化 其中有一個是 像是我們有提出過的點亮象山計畫 希望是在象山這個步道上面 放一系列的QR code 讓大家可以很簡單的去 QR code去掃了以後 上鏈他們在登山的過程 然後建立這樣子 用一個公開透明的方式 來建立一個象山的熱點圖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社區的面向 是可以用影響力市場來做活化的 這邊還有一個是製作蘋果派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到Armry頻道是ARM0RY 謝謝 謝謝